下面这就是我们来学习一下气缸的选行 气缸的选行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里呢我讲一些特别的场合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特别的就是这个旋转气缸 旋转气缸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考虑几种一下几种的一个方式的应用 第一个是普通90度的旋转气缸 一般情况下我们买普通90度的旋转气缸 你如果是不是SMC啊或者一些进口的一些气缸 国外进口的气缸 而其他的一些类型的气缸 它的体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显得比较笨重 所以呢这里只是提一下第一个就是普通的90度的旋转气缸 在体积方面 应予以考虑还有它的重量这一块 因为同样级别的比如说这个同样级别 就是说它的出力是一样的话 那么比如说你SMC的这个气缸的 体积往往比我们比如说是雅特克的这种旋转气缸 它的体积要小很多啊 好像很多 这是气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一个一个 一个选型在旋转气缸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在选择旋转气缸 真正要用到这个旋转90度或者旋转任意角度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95个啊 如果你要旋转到任意角度 比如说你要旋转180度 它也180度的气缸啊 但是现在的目前相对来说驱动的比较多了 就是用途场上比较多的那种旋转气缸啊 这SMC大家可能可能应该见过 就是那种啊软型的啊 软型的 然后有点像动力动力的方式啊 它是两头 然后呢 我给个3D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旋转气缸呢 就是啊 Fisto的 这个 这个旋转气缸 现在用的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因为它可以翻转180度 好吧 180度 那看到的这个机器呢 是水平机 好 所以我们所说的啊 翻转的这个气缸180度 如果说你翻转的时候 你想任意角度怎么办 你要用旋转气缸任意角度 两种方式 它在旋转任意角度的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缓冲器来进行一个阻挡啊 因为它不管是90度的还是180度气缸 它都有两侧都有一个缓冲器 有机内的啊 学员应该知道这个啊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想象用别的一个机构来实现 就是啊 如果我们这个气缸上面 就是气缸伸缩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普通的标准的气缸 好 那么你这个标准的气缸在普通 在伸瘦的时候 你带齿形 带齿形和齿轮 和齿轮 进行一个传动的话 它就可以进行什么呢 可以进行任意角度 好 如果你这个气缸是可调 那么它在旋转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任意角度 或者你气缸的位置是可调 那么它就可以实现任意角度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里也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如果你要实现任意角度的旋转的话 就想用气动的方式 那么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很好的一个机构 然后呢 当然我们常见的一个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旋转气缸 它的扭力啊 是比普通的气缸的一个扭力要大很多 然后呢 精度也比较高 所以呢 这里只是顺便的提一下 然后我们一般 用的这个气缸呢 你要考虑到你这个机器 它整个的一个发架 你就可以知道你最好使用哪一种 哪一种气缸 然后比如说哪一种是进口的 用进口的在什么情况下用好一点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 可以相对来说啊 不要追求那么很好的一个质量 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在配这个标准型气缸的时候呢 要记得多种情况下都带磁性的 因为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增加一些功能 方便 其他类型的气缸呢 一般我们用见到的就是双感的啊 还有一些自制的类型的气缸都可以 自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 这是我给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自制的气缸 大家可以看到双感类型的气缸 但是呢这么小的一个缸性呢 如果说我们用双感的气缸的话 就非常的不方便 这是一个焊接机器上面用的啊 自动的线材焊接机这个上面啊 这里呢是一个一个整块的一个铝键 然后在里面做两个孔 然后呢相直线折成啊 然后或者不相都可以 因为它这个气缸只要滑动就可以了 那气缸小类型的 你看是六缸镜的气缸啊 然后呢就是说行程也很短 但是呢想让它出力非常稳定的话 它直接就落就洗成这样的一个零部件 就完成了 气缸固定 然后固定的同时两个导杆也可以固定 然后前端也可以固定 所以这种连接方式非常方便 特别是大家注意一下 你们看它的前端的连接的方式 是带佛动接头 带佛动接头这种卡位的方式的连接 这也是也是可以渐渐的 好 这里呢还带了一个直线滑块滑轨 就是变成纵向的方式 这是这是连接的是一个电路铁 这电路铁呢可调性 而且呢可以随时点点焊之后马上退出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电路铁呢其实是没有完全固定在这个上面 但是它是通过压紧的方式 把它进去可以前后调节压紧的方式来进行的 然后呢这个气缸呢顶出的时候 顶出的时候是采用的这种直线轴层和这个来进行张紧 这个弹簧进行张紧 气缸一出这边呢就会回来 气缸不出的时候这个这个呢就会伸出 就是说这里就会产生一个 怎么说它本身是可调节性 而且这一块也是可调节性的 所以这个机构也是可以借鉴 这一块 然后呢我们再说气缸的连接 气缸的连接 一般来说我们 我们在使用旋转的情况下 除了我刚才说的普通的我们旋转的气缸 还有90度的一个旋转气缸 高精度的这种扭力的旋转气缸 还有一个就是尺条 齿轮带动的连接的这种标准型的气缸来实现任意角度的旋转 还有一种就是利用我们普通的这种连感的方式 这种连感的方式 就是说这种也用的非常多我们一般看到你在外在外面那种啊那种叫什么那叫什么车啊这是一般我们装这种大型的货柜啊但不是但不是那种那种货柜箱的车啊这是比货货比那种啊集装箱的车要小的那种车它的是翻90度如果仔细留意下它是一般的那种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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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液压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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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选择气缸的时候 如果你垂直向上或者向下 使用标准性气缸进行一个冲压或者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什么呢 也要考虑到尽量的考虑到平衡 特别是使用轴 就是比如说四轴三轴进行一个直线上下 或者走进了前后传动的时候 心脏的考虑到什么缓冲器 要使用缓冲器 就是伏动接头的这种功能 我们刚才说的白尾就是这种 就是你要接这种 接这种 然后呢 这是屁股后面的 然后再接什么呢 再接它前面的那一个部分 前面那个部分呢 就是它Y形接头的那个部分 就是它的牙形的接头 这里好像没有 应该是我想一下 应该气缸的辅电 就是这种接头 浮动接头就是这种 然后呢 你还要接一种 这种鱼眼接头 就可以了 这样就实现一个旋转的功能了 这鱼眼接头 然后这是前端 在气缸的前面 然后呢 这气缸的后面呢 要接刚才说的那种 就是旋转90度的气缸 标准性气缸 不用我说 其他类型的气缸 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也提到了 气缸的显形就是这样 气缸的出力 在前面的 好像第一节课 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怎么去算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知识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联系我的手机 13650273234 好 感谢观看